大家好,我是世光宝盒的Able 这个星期的一周标试回顾 我们有几则新闻跟大家分享 帕特Philip的标迷可能都知道 如果你去日内瓦的话 一定不会错过他们的旗舰店和Museum 因为这两个地方可以看到最多精彩的帕特Philip的作品 但原来每隔几年 帕特Philip都会将这些作品 带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展览 好像在2012年的时候他们在杜拜 2013年的时候他们在蒙尼克 2015年的时候在伦敦 2017年的时候在纽约 他们都做过一个大型的 《Watch Art Grand Exhibition》的展览 今年2019年 帕特Philip就选了新加坡 作为他们金站的一个展览地点 好像帕特Philip的总裁 Mr.Terry Stern 和他们的 Honorary President Mr.Philip Stern所说 因为新加坡和东南亚的收藏家 以及中标爱好者 对帕特Philip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组 所以他们都希望将这些精彩帕特Philip的作品 带来亚洲 给大家近距离去看看 今次这个展览是由9月28日到10月13日 在新加坡的Marine Bay Sands Theater那里展出的 不收援券 大家可以免费入场 还有这个展览也挺大 有1800平方米 总共分开有10个展览区 其中第一个在入口的地方 就叫做新加坡的200年的展览区 因为原来今年是适逢新加坡的开埠200周年 所以那里就会展出了很多新加坡的一些历史的事迹 大家可以看到新加坡的发展 另外当然也会有帕特Philip的自己本身的一些Milestone 就是他们一些重要的里程碑都会在这里展示 而第二个展区就叫现有时计的展室 这些时计都会在这里展览 第三个展区叫纳波利亚拿破仑的展室 这个展室比较特别的 因为帕特Philip就将这个日内亚雅湖 Geneva Lake的一些景色 放在这个拿破仑的展室里面 日内亚雅湖大家都知道是很漂亮的 它中间有一个喷泉 帕特Philip怎样呈现日内亚雅湖 就要现场大家看看才知道了 但这个除了日内亚雅湖之外 最重要的一点 重点就是这个展室里面展出了 帕特Philip为了今次这个 event 特别制作的一些特别的限量版碗标 是专门给亚洲市场的 第四个展区就是一个顶级的复杂功能的展区 大家都知道帕特Philip是很厉害做一些高复杂功能的碗标 他们的三问是一标难求 要等几年都等不到的 然后他们的万年历也是非常受欢迎 非反计时 还有一些高复杂功能 就是说有几个复杂功能 放在一只标那里的 好像他们175周年那时候的一只碗标 就有20个不同的复杂功能在一只标里面 这些这么高复杂功能的碗标 都会在这个展室里面展出的 而第五个展室 就是时计历史馆的展室 时计历史馆就是museum的意思 帕特Philip就将他们museum里面的藏品 就带来分开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自从16世纪往后 中标界里面一些很重要的作品 各个品牌都有的 有怀标 即是pocket watch 也有钟 有些很特别的时计 有些机械的时计 好像一把枪那样 有一只鸟仔走出来会唱歌 所有这些珍藏都可以在这个展览里面看到 而第二个部分就是 帕特Philip自己本身自从1839年 创品牌以来 所有他们重要的时计都会在这里展出的 而第六个展区 就是一个叫做稀有手工艺的展区 帕特Philip的 rare handcraft 稀有手工艺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都是非常难买到 因为很少的生产量 在这里展出了很多帕特Philip的 rare handcraft 碗标 例如一些座钟 好像一些enimal的标 一些手工艺製作 好像雕刻 微繪各式各样的碗标 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第七个就是钟标师的展室 帕特Philip带来了几位很资深的钟标师 在现场展示 机芯是如何运作的 大家可以问他们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第八个就是机芯室的展区 帕特Philip有很多自家制作的机芯 可能有几百个 他们都带了由最简单的三针标 到最复杂的十几二十个功能的高复杂功能的机芯 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第九个就是互动的展区 互动展区 会有一些专家在那里 展示给大家看一些机芯的模型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机芯 究竟是如何运作 例如慢年力和年力的分别 複杂程度都有少的分别 还有ParaPhilip很出名的世界时的碗标 究竟是如何活动的 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最后第十个展区 就是一个放映室的展区 在这里就是一条片 是ParaPhilip的发展历史的一条影片 大家坐在这里看十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解到ParaPhilip整个发展的过程 如果你九月的时候 刚好去新加坡 千万不要坐过 2019年有几个受欢迎的钟标系列 都庆祝他们的周年庆 其中一个就是Tag Hoyer 太格豪雅的Monaco Monaco第一次出现就在1969年 当时它是专门做给一些 Raising和赛车有关的款标 它是一只计时马标 当时它的设计很前卫 因为它是四方形的标壳 而且它的计时按钮 全部都在右手边 2点和4点位 但特别之处就是它的标杆 即是它的标杆放在9点位置 这个设计根据Jack Hoyer 即是当时的President 告诉我 它不是无中生有的 它是经过深思熟虑 因为最主要它知道 开车的朋友 它们的手腕 很多时候都会屈住 如果标杆放在右手边的时候 然后很多时候会硬着手背 很不舒服 所以它特意设计 将标杆放在9点位置 是为了这个原因 我觉得我自己试过之后 就觉得它说的真的有道理 真的比较舒服 但是呢 这一只四方形的计时马标 初出的时候 并不是十分受欢迎 因为大家可能都未能接受 一个这么前卫的设计 直到1970年的时候 有一个大明星 他就是King of Cruise的Steve McQueen 子提夫麦坤 他当时就选择了 戴这个Monaco 在一套电影叫La Man's 那里出现 马上这只标就红起来了 因为大家都注意到 大明星都戴 之后一路发展下来 Monaco就变成了一个 Tag Hoyer 一个很Iconic 很标志性的系列 如果提Monaco 就不能够不提它的机心 因为它用了 Caliber 11的机心 那这个呢 是第一代 最早期的 一个自动的计时机心 当年 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大家所有的 宗标品牌 很多品牌都希望 尽快可以 发出一个 自动的计时机心 那么 Hoyer和他的Partner 当时 推出了 Caliber 11 是一个Module的机心 即是一个Base的机心 是一个珍珠架的自动机心 然后上面 就加了一个 计时的组件 这个Caliber 11 当时也是比较出名的机心 今年五十周年 Tag Hoyer 就推出了 一系列的限量版本标 去慶祝 但是他们这个限量版 比较安排得特别 因为由1969年到2019年 总共有五个Decade 即五个十年 每一个十年 都有一个限量版 现在已经推出了两个 就是1969年至1979年的 以及1979年至1989年的两个十年 就是一个绿色的标面 Raising Green 跟赛车非常有关系 因为大家都知道 绿色是联系着赛车的 而1979至1989的 就是红色的标面 很醒目的 也很抢眼 这两个标面 都是限量169只 而它的定价 瑞士法郎 6400元 大概是港币51200元 因为它的限量这么少 只有169只 所以如果要买 真的要趁手了 可能要快点去那里 跟他们谈谈谈 看看我能否尋找一只 而且值得一提 就是这只标面 是用了一个新的Caliber 11 就已经不是原本的 它的Base Movement 是用了一个SW300-1的自动机心 然后再加上一个计时的组件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就要尽快行动 Philips副艺师 刚刚公布了 他在今年11月 会举办一场很特别的拍卖 这场拍卖的名字 就叫Double Signed A Celebration of Finest Partnership of Manufacturers and Retailers 即是一场为了庆祝 这些生产商和零售商的 一场拍卖会 他们生产商和零售商 当然会常常都紧密合作 那究竟有多紧密呢? 原来有很多标 尤其是努力士 和Philips 的标 我们有时会看到 上面有他们零售商的logo 例如好像 Tiffany 例如好像 VCA 而这些标 如果有两个logo 他们会比那些 只有单logo的标 价值会高很多 因为他们数量比较少 而大家都不停追捧这些标 他们价值的差距 可以是一倍 甚至几倍 因为今次的拍卖 会在11月才举行 那我们暂时 都未收到究竟有什么拍品 那我们会密切地留意 一有新的拍品的资料 我们马上会和大家分享 好了 今个星期的一周标识回顾 说到这里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